好 今天这个顶料 应该一会儿功夫好了 一个小时要给你挖一袋了 OK 这些农民朋友 我有很多的农民朋友 这些农民朋友 他们一直在治理着 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食品的 制造也好 养殖也好 种植也好 这就是要说我的梦想 能够把这些东西 让它活下去 就算是我的一个梦想 那些东西 没有干什么 有没有干什么 没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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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干什么 那里面子 要有的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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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很粗 你抓紧拿了 抓紧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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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一片 我的 这个 这边 上面 那边 它这边 就让它就很散 好吃 这么多 后面 这边 这边 什么 大 这边 δ 这个 这边 放下来 可以 乒 有没有 没 放好多的呗 我们两者的一种合作 它把我作为一个基地 这么好的环境调节下 这么严谨规范 组织有序的调节生产的优质农产品 确保它的质量 而我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窗口 这样投放鲜料就没有鱼都不知道 这个不吃干嘛 做餐厅的不吃鱼 手拿的扣拿 叫那是把我们抹两口起来 在我们坚持的过程当中 我们和农民交朋友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农民也尝到了甜头 我们也让我们的客人体会到 食物原来的味道 有没有咖啡 我刚才计算点都用语境的 到这里也想不通 根本通过老板的 由于老板的信念 他的努力的关索 慢慢慢慢的把这个观念也转变过来了 而且这个就是当时夫妻去问农民 农民回答让我们很尴尬 那背一下 小心 今天这些菜所有都有它那个自然的甜味 就是像这个笋啊 像这个萝卜啊 它吃起来的感觉跟一般你在这个市场买的那个菜 自己在家里烧出来的这个菜不一样 它有天然的那种甜味 吃起来的 我吃这个 你把这个在哪里吃吗 吃起来 就说是 就是你走了之后 谢谢大家